欢迎收看本期的魅力广西 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小雨 今天我们来到了熔水县冻头乡 参加一年一度的二月二花炮节 大家看到远处那片浩浩荡荡的队伍了吗 那个就是卢生打童年的队伍 他们已经准备好向乡里进发了 那我们快进去看一看吧 熔水县的二月二花炮节 每年农历二月初二在熔水冻乡举办 是冬头民众最盛大的传统节日 它有了已久 是当地农民为了祈祷来年能够风调雨顺 而举办了一种击败龙王的活动 今年的二月二花炮节也如期举行 乡民们为了迎接各个乡的卢生队 特地在门口摆上了鸡鸭鱼肉甘甜美酒 供应远道而来的客人 客人们要喝完了酒才能够进腿 《卢生打童年》是花炮节的传统节目 童年在这里指的是好朋友 《卢生打童年》是大伙聚在一起 吹卢生跳起舞的场面 通常是由二十名左右的男女老帅组成 围着卢生柱形成三个童心圆 面朝圆心的方向 最中心有四个人负责大号的卢生 通过左右摇摆身体 更好地配合卢生的韵律 最外围通常是由女童年组成 她们左手拿着花伞 右手甩着毛巾 随着旋律来回的舞动 《卢生打童年》结束之后 就轮到分童年了 说到分童年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大家看到我身后热闹的场景了吗 这个就是分童年的仪式了 这里共有一百户洞族人家 一会儿我们就会被他们领到各自的家中 好酒好肉的招待 想想都有点小激动呢 不知道会被领到谁的家里呢 我去看看 现在我已经被这位阿姐给领走了 今晚我就要去她家住了 刚进屋子 阿姨就热情地邀请我们品尝 冻家的打油茶 油茶是冻头香家家户户必吃的倒点之一 油茶的制作过程十分的简单 首先把茶叶放入锅中 翻炒之后倒入清水煮备 将茶叶过滤后留下茶水 炒米放入锅中油炸一段时间 加入花生油火 倒入茶水 再加少许的葱花即可 我心里说热气腾腾的油茶 已经在我的手上了 闻起来就不淡淡的茶香味 它尝尝怎么样 只要一有空 冻族的香名就会和三五好友 或是邻里一起坐下来 边喝着油茶 边聊聊天 聊聊歌 这就是冻族人民一种享受生活的方式 喝完了油茶 我对冻族服装的好奇也渐渐地被勾起了 看了刚刚卢生打童年的阿姐阿妹们 穿着美丽的冻族服装 无一忍不住尝试了一把 冻族的服饰和冻族的历史一样悠久 传统冻族的服饰制作工序繁杂 每一块布料都需要蜡染 再由手工缝制而成 在冻族有这样一种说法 如果家里生了女娃 等女娃长大之后 母亲要亲自为其缝制一件洞服作为嫁衣 嫁衣的制作需要一年之久 倘若家里有好几个女儿 母亲则要花上好几年的时间为其缝制嫁衣 穿完这一身冻族服装 肚子也开始饿得咕咕叫了 大家一定还没有吃饭吧 别急 我们的冻族人可是非常热情好客的 他们现在已经摆好了长长的酒桌 盛上美味的佳肴 招待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了 这个就叫做百家宴 天色也渐渐晚了 而热情的冻族人民 却还没有写下来 他们砍柴烧火 杀猪宰羊忙里忙外 为的就是即将上桌的百家宴 百家宴是冻家集体待客的宴席 也是冻族待客的最高礼仪 客人可以从第一桌直到最后一桌 冻家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 是百家饭 连百家心 屈百种些 成百样式 酒足半饱之后 可热情的冻族人民似乎还没有疲倦 他们围着篝火旁再歌再舞 整个乡间都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给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朋友留下深刻的样子 在这里 城市的喧嚣与浮躁得到了沉淀 今夜 让我们敞开心扉 河洞族人们一道将快乐进行到底 一大早来自各个乡村的卢生队 腰服队 古龙武师队 纷纷整装待发 今天的活动丰富多彩 让我们一起去瞧瞧吧 动马是动摇族传统的文体活动 是骏马之间力与量的比例 这项活动深受大众的喜爱 您瞧 动马场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了 主办方还特地安排了一匹母马在旁边 为的就是激起两匹熊马的斗志 让这斗马斗得精彩 斗得看点十足 斗马过后就是卢生队的表演时间了 来自各个乡屯的卢生队 纷纷使出浑身解数 卖力的表演者 另外 此次2月2花炮节 还邀请到了台北艺术大学的 民谣艺术社团 他们也带来了自己特有的民俗表演 表演结束之后 台北的学生和当地的表演者 一起合影留念 花炮节为促进两岸民间文化交流 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抢花炮终于要开始了 大家是不是也和我一样等了很久呢 主持人宣布抢花炮开始 此时这场翻身为动 红炮圈不论落在哪里 大家都会争先恐后的围上去 抱成一团争得目可开交 大伙可使出了吃奶的劲 冲着夺冠而来 可光有蛮力也不行 还得靠队员之间的默契配合 帮助队友冲破层层包围 和捧的截杀 才有可能把花炮抢到手 抢花炮是洞头乡 由来已久的传统活动 相传在古代 当地有位大户人家 姓李 和李家的小儿子 常年疾病缠身 以江湖郎中称 只有聚集洋气 才能去除小儿身上的寒气 并在乡间举办了抢花炮活动 吸引了许多壮良男子前来参加 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变成了今天的花炮节 花炮一共有三炮 第一炮寓意着恭喜发财 第二炮寓意着多子多福 那么第三炮寓意着什么呢 让我们问问第三炮的债得者吧 第三炮预计风格与顺 风格与顺 然后今天心情怎么样 今天心情非常好 第一次奖得花炮 双齐人是第三炮花炮的获得者 他们尖杂着尖 头扑着头 情不自禁地唱出了动歌 奖得花炮不仅是为相遇争光 更加深了兄弟之间的情义 眼前的这头黑猪 就是获胜队伍的奖品了 一行人欢欢喜喜地 把战利品抬了回去 有人曾说过 我们走得太远太快了 以至于忘记停下脚步 回头看一看 如今的容水县 却在发展现代化的同时 高瞻远瞩与时俱进 将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让更多的人了解 动族文化的魅力 俗话说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在这里有中心的住院 容水二月二花炮节 越办越好 吸引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 前来观看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魅力广西 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 再会